各位主 弟兄姐妹 你们好 我是米女士的陈律芳姐妹 米女士 赵慧的陈律芳姐妹 感谢主 我和我弟兄一来昌讯 但是在昌讯前 我的弟兄 他是一个不爱家的弟兄 常常出外拥留的人 他是不顾家 他是一个很令我失望的弟兄 但是感谢主 借着主啊 主啊 我们来这里训练 我们就一同昌讯 结果我的弟兄 主啊 主耶稣 他就有一个悔改 主啊 我真是很盼望 还没有昌讯之前 我就一直买那个诚心圣源给他 但是他都不去看 甚至有时候他出外旅园的时候 我买给他 他在晨熙圣源 从不都追求完了 他没有动过 哦 主耶稣 但是我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认得很灰心 但是有想到说 主啊 如果我不买这些晨熙圣源给他 他在主路有时候去的时候 他连看都没有看到 那不是更有希望吗 哦 主啊 我就继续买诚心圣源给他 哦 但是他非常的王格 还是一直的不看不读 不读圣经不祷告 哦 不追求 主啊 我没有办法 我主啊 跪在神的面前祷告说 主啊 这个家是你所赐给我的 哦 我要把这个家奉献给你 哦 我要我和我的弟兄一起配搭 一起师父 哦 赞美主 借助这样的祷告 主啊 就吸取一个环境 使我的弟兄我得了一场的重病 哦 他没有办法 主啊 主好 哦 主啊 我差一点 我当病在一个地方 差一点要帮安息聚会这么严重 哦 主耶稣 但是我不会信 他虽然这样子不过他会生活 我不会信 我还是服侍他 套望他有一天就是回头 爱主 爱上会 赞美主 当我弟兄求义之后 他就有一个悔改说 在他有年的年录里面 他要好好的爱主 这就是第一天的成全训练 这个赞年成全训练节训那一天 他就来看了这个成全训练 他也感觉说 主啊 我不用等到那路 等到那路是已经太迟了 他说 我不用再等着三等 哪三等公民的人 刚才弟兄说了 就是说 我不用在这个世界的里面 过无戒指的生活 就是等吃 等喝 等死 哦 主耶稣啊 所以他就立刻所报名参加 还有终壮人成全训练 感谢主 但是我在那个时候 我太生病了 我虽然也不是他 很舒服的 我又不反抗 他就认为 我有不去去搅劳他 我还是默默地为他祷告 阿妹 主啊 当然我自己里面很伤 但是有主与我同在 阿妹 感谢主 借助这样的祷告 主啊 主也自己光照我 来到这里训练 我这蒙光照说 主啊 看着我以往的服侍我的弟兄 我所何等的天啊 我虽然服侍他 我就没有把基督服侍公益给他 主啊 我这蒙光照我也敢 借助这样的祷告 我的弟兄也开始 他以往从来不信我服侍他 他从不信我说 谢谢 道歉 有什么推荐道歉的句话 但是我还是服侍他 他借助这样的训练 他自己也很光照 借助训练 他有一句话里 他在跟我说 姊妹 他说我对不起你 我爱你 但是我几十年 我实际上没有听到 他说这句话 我爱你 我那天听到 我真是感动到流泪去 我感谢主 这个训练就是拯救了我们 今天我的弟兄就与我一同有诚心 有毒精 并着大做毒精 还有王导 有出去看望 一同的配当 我是在相处祷告 有很久的心愿 我要与我的弟兄配当 我要祂的扶持 哦 主耶稣 现在我们我和我的弟兄 就有属灵生活的建立 一同的追求 一同的建造 然后我实在感谢主 继续这样的训练 主就拯救了我这个家庭生活 然后我实在把荣耀灰给主 我正在你收到所 主啊 主耶和我 至于我 和我家 我们必须收获耶和华 主耶和华